巷子走到底超級隱密 超把氣餐廳就開在這兒 百年老屋在黑夜承托下 被復古霓虹燈點亮 趁著夜色小徑別有一番一切 很有特色 很棒 我們現在很流行 那種台灣復古味道不太一樣 他們又多一種 有一種那種霓虹燈 那種70年代的那種感覺 餐廳這麼難找 卻有不少人慕名而來 復古食堂烹煮的不是古早味 而是西式的燉飯跟燉菜 都是用義大利米 然後我們是為了要留住米心的口感 都會現場直接燉 它的醬我們都是要現熬 醬汁只有這個 所以如果這個味道不對的話 其實整個菜的味道都不太對 老房子買西餐 不僅衝突感十足 餐廳的營業時間也很有個性 一個禮拜只做四天生意 每天只開七個小時 幾乎一半的時間都在店修 另類的復古餐廳 也是市集藝文表演空間 幾個年輕人開店做生意 做興趣 不會賺錢 大概五六個人 這幾個夥伴們 大家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 四五六日這四天的時間 對我們來講是最好的 一杯奶茶 冰的溫的 一杯奶茶 你要冰的還是溫的 一樣開店開得很霸氣的 還有這一家早餐店 點餐前還得先把規定看清楚 沒有人會知道你知道什麼 然後你自己不講 然後你之後再去整塊店家 我就覺得這很奇怪 從飲料內容到口味 什麼沒有提供什麼美麥 大大小小的注意事項 全都表明出來 霸氣老闆做生意超級有梗 店家耍個性 只要餐點對了消費者的胃 不怕客人不買帳 點餐和配儒 高學莫德